尊敬的战友们好 今天是1月10号 文贵报平安直播 你们健身了吗 亲爱的战友们 哎呀 战友上来了吗 哇 一个 1比1 我得看看 我得看看 跟随七哥战友 第一个啊沙发 战神战报上来了啊 战神战报啊 战神战报战神战报 太好了 哇 中啊中啊中啊 都在线啊 都咱老战友 都老战友啊 哎呀 黑屏 是黑屏吗 战友们 迈克 让七哥加油 爱慕1 没有黑屏 好好好 大家可以 就是给我说一声啊 得说一声啊 这个上回就整了个不知道 你说这玩意儿啊 这 波子波子都 讲了 讲了很长时间 结果白讲 你这算啥 你说 那就不叫直播了吧 哎 我这个时候就咋看不了直播 七号颠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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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友们现在看都正常吗 大家觉得都是正常吗 画面很清晰 声音很清楚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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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刚刚的这个 有战友推给我的啊 这个发给我的 这个袁建宾在大陆的犯罪记 刑事判决书 被告人全家禁 袁建宾逃为风 非法战友目的 勾成七星为军构成诈骗罪 按照这个什么 袁建宾的诈骗罪 判罪于西徒刑五年 拨到政治权利中身 如果这个是真的话 袁建宾啊 在美国申请的绿卡和护照 那都将被吊销 还得进监狱啊 欺诈美国政府 非法获取美国的绿卡 这个袁建宾事儿大了啊 但是这位战友发给我 这是真是假啊 这是真是假袁建宾啊 我一会儿 我已经发到了那个郭媒体 大家看看啊 这个我是昨天晚上啊 我才认真的看了一下子 袁建宾啊 这个骗子流氓 在这个 我们的律师 我们的律师啊 在做庭外问话 亲爱的战友们 一定要记住啊 什么叫庭外问话 千万要不要把中国人的思维 带到美国来 很多人啊 包括我本人都以为 这个律师问话 律师算老几啊 这个这个这个应付应付就完了嘛 没必要那么认真嘛 是不是 这个也不是法官 我可告诉大家 在美国当你启动这个案子 被对方律师质询的时候 和你的律师质询你的时候 我一定要告诉你们 有几个原则要记住 亲爱的战友们 第一条 包括你的律师 跟你说话的时候 千万别撒谎 你可以不说 但是你的律师在任何情况下 不能把你俩说的话给泄露出去 你也不能把你的话给泄露给别人 包括在法庭上法官都不能问 你俩的话也不能成为证据 但是你跟他 你什么想法都可以说 但你千万不要明显撒谎 那就完了 但你什么都可以说 不要担心他不会充满你 充满你也不行 但是对方律师跟你说的每一句话 你记住 都是跟法庭说的一模一样 而且你们要有个概念 跟对方律师说的话 比跟法官说的还重要 为什么 我一会告诉你 我给你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最简单的例子 这个我头一段时间 为一个很大的案子去作证 老板 郭文贵你没有啊 没有啊 哎 但是下面战友有啊 你再看快看看 这里有战友 他为啥说的没有啊 你再看看 我们俩上的都没有 我再穿上了 啊 那我等等 为啥这会儿战友说有 我们在旁边穿上没有啊 是郭媒体没有 单开在郭文贵上 啊 我要停一下了 我要停一下 我要停一下 我要停一下啊 现在战友们啊 我再看你 ……哎呦 我这轻小的tinya,哎呦, 再搞了你~~~ 他搅了你怎么办? 這裡,這個… 升球活動 剝掉一下 天哪,天哪,這也太夠意思了吧 行,回頭我跟妳說,不要了 那從新加坡關公民到這兒來得多長時間 他花多少錢呢 我这已经几百屏了 哇塞 这黑客太夸张了嘛 腾坤大前怡 什么意思这是 天呐 这好事 这好事连连呐 啥弄这玩意儿 战神战报跑这么来了 跑这么来了 跑这么来了 七七七 一下子上来了 哎呀 我的娘来 哎呦 亲爱的战友们 大家找大家找 林明志前 林明志前 哎呀 整个这心惊胆跳的 你说这是什么情况啊 这是 昨天晚上没睡好 今天昨晚没睡好 这个 昨天晚上跟我一个知己 这个三爷 我称他为三爷 几年来没通过电话 没通过信息 昨天通了个电话 咋也睡不着了 通话通得很淡然啊 我装作很淡然 然后呢 聊聊高端的事儿 是吧 这个 聊聊人生 聊聊理想 聊聊信仰 有点像那个 党内的那些砍爷们 结果聊完以后我睡不着了 被砍晕了给 哎 这人哪 我这个感情太脆弱 哎 三爷太能忽悠 淡淡几句话搞得我这 淡淡几句话搞得我就睡不着了 哎 但是呢 还好 昨天晚上大家 我那个战友群里边有唯一的群啊 我们做讨论春季联合法会的事儿了 这个这个 也没闲着 嗯 然后在亮台上 我在亮台上又待了一个多小时 拿着卫星电话 攻击机打 我这是这么多年了啊 从来打卫星电话没给打没废过 我们这事儿信用卡 昨天打没钱了 哎呀 结果是 我还不知道怎么往里输钱 你说这家伙挣的 我刚才我接着来从头说一下啊 这个是我今天早上收到的一个战友发给我 啊 关于袁建斌在国内被惩罚犯罪 啊 这个他的被告人是叫全家进 袁建斌 陶微风 攀国建 以非法战友为目的 采用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去公众财务 数额巨大 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 一百五十二条 第五十一条 第五十二条 被告人袁建斌诈骗罪 判期入有期徒刑五年 如果袁建斌这个是真的 战友们 他所有的绿卡 什么胡扯八道的事儿 他直接就进监狱了 美国绝对饶不了他 是不是 那他就完了 另外一个就是看到 我是真是 我是 我是 我简单的看了一下啊 这是战友们 帮助翻译的 实际上这是大概在 一两个 哇 是几月几号 十月 十月三十一号 在洛杉 这是翻译本 二百队翻译本 战友们 这个是咱们战友给翻译的 你看战友的力量有多大 战友们给翻译了 这个 文贵先生资料考证 我不需要考证 战友发给我 我就 我就问大家 是是是假 我不知道啊 这个 这个整个的这个 这个翻完以后 我看我真的是感动 一个被战友的翻译 这得多长时间呢 英文两百三十多页 那天 我们的律师问询袁建斌 问了他十个小时 这个 然后呢 这个问的这话题啊 我真是 我觉得 这个东西现在只有俩人有 俩人有 就是 路德先生和Sara两个拥有 他俩可以使用 你就发给他俩了 他俩详细给你们解释吧 但是 我就简单看他与希拉里的关系啊 希拉里救了他呀 他有一艘游艇啊 几十亿美元呢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不是 这是他说谁的这事 特别是说 共产党到美国来 要找他和解 说给他六千五百万美元 为啥呢 说判他案子在国内判错了 说给他六千五百万美元 然后每次他跟人见面都有FBI在旁边 袁建兵 你放你老祖宗那个狗臭屁你 你把美国FBI当成什么了 动不动FBI 你跟史诺 你跟韦石 你们这一套号的畜生你 你要敢说FBI每天跟着你干这事了 袁建兵 你让我干啥 我干啥 还说什么共产党给你 要赔给你六千五百万美元 咱证明共产党错了 说你判你吸毒罪 你哪吸毒罪啊 这哪有吸毒罪啊 你有什么吸毒罪啊 袁建兵 你瞪着眼儿撒谎 袁建兵 就我看了你这里边就这些任何一件事情 你不是说你那个网站是你做的吗 五千万美元吗 我叫你损失了五千万美元吗 你到处吹牛吗 怎么在律师上不敢承认了呢 但是你的每句撒谎 一句撒谎等于百句谎 就这个袁建兵这个烂人 你这一辈子可能唯一你荣耀的事情 就是把你的名字跟我郭文贵放在一起来了 你真的是你八倍祖宗烧了高厢了 你怎么配啊 这里面我特别惊讶 说这个有人 说要把什么生殖器放到三岁的女儿的脖子里 什么要把他老婆什么什么放到什么阴道里 谁说你这话呢 战友说 这儿说你跟我啥关系啊 你到了人家律师那儿还耍流氓 耍流氓 在那块儿给你律师耍流氓 搞情绪化 啊 如何如何 我为啥今天早上大家要这个报信案直播 我给大家讲一讲啊 千万记住 在美国 亲爱的战友们 你们一定要记住 我也是希望我们法治中国能这样 在中国的律师啊 见了任何付钱的人都像三孙子一样 可是在美国绝对不是 很多人也不在乎律师跟你说什么话 也不在乎对方律师对你的叫庭外质询 亲爱的战友们 我今天看完以后 我特别想在今天这个直播上给大家说一说 我只说给咱们的战友们 希望有一点脸的砸锅的人滚蛋 你不配听 你也别听 不你听着干啥 对付我们来了 在美国 一定要记住 跟你自己的律师讲话的手法 你什么都可以给他讲 但是千万别说假话 提供假材料 如果你提供了假材料 他发现是假的 他不拒绝你 他本身就是犯罪 那么 还有一个就是 律师在任何情况下跟你说的话 在法庭 在任何地方都不能问 永远不能作为证据 这就是美国的好处 绝对保护你 律师也不能去毁你 他毁你是不可以的 现在吴曾就玩了个啥事呢 就是我们就告了那个叫Sam Sam Berger Sam Berger就是给川普总统创造移民墙的这个人 是川普总统的竞选顾问 这个Roger·史东道歉 就是说这个假信息来自于吴曾和Sam Berger 就这个人 但是Sam Berger就马上跟吴曾签一个法律合同 因为他有律师执照 说我给吴曾是律师和客户关系 律师和客户关系 等法官问他的时候 法官是不可以问 他和吴曾之间说的话 绝不可以的 但是他耍了小诡计 因为他签的合同时间 那跟这之前是没有关 但是他耍诡计 反而法官会定他为欺诈 就是说弄巧成拙了 那另外一个 就是Sam Berger帮助吴曾 安排艾利波尼 安排这个司法部 帮助就漏油说 帮助这个产平事 那这事律师是他俩什么关系也不能被保护 你属于刑事罪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任何情况下不要逾越红线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有无数个例子 在这个律师美国法律面前出来大事 那么另外一个 你给对方律师打交到的时候 我今天我一定要给大家说 千万要记住 在中国和在美国完全不同 在美国你看到你告对方了 对方第一个对方就要先律师来质询你 你的律师可以质询对方 然后双方交换所有的跟案情的文件 这就为什么你记住在美国 你滥用司法的时候 当你去告别人的时候 你必须做好准备 同等的调查权是对着你的 绝对同等 虽然在律师上有高和低 但是我告诉你 没有任何可能性 让你有一点优越感 不是你告他你就占优越 对方可以马上 就是让你回答他所有的问题 而且你得提供问题 那么你看到我告的这个 所有的这些欺民贼们 包括马蕊枪奸案 马蕊告我了 一年半了 到现在为止 一张纸不给我们 就他把他告我枪奸 那我就说那好啊 咱俩交换文件吧 我没有律师 这个代表马蕊枪奸 简称叫瑞马案 瑞马案的代理律师 和吴征的代理律师 和博弈的律师 同一个律师 大家觉得搞不搞笑啊 强奸案 第一个报道者是美颜色 在驻北京站 一个中国小伙子 这个小伙子跟吴征超熟 我们对他下一步 就绝对采取法律行动 那么这个人 你去想想 这个人请的律师 就是博逊 吴征这个 那这里代表着什么呢 他必须要受我来质询 到现在一个文件不给 那么吴征这个呢 一样一个文件不给 博逊一个不给 这对咱来讲呢 咱就必须忍着 为什么呢 这是好事儿 他不给法官提供文件 你告我呢 你为啥告我呀 他得被我质询 不 一张纸都不给 但是他要我们 我们都给他 什么都给 这时候的法官 就会知道 你这小子在玩东西 法官不可能把你每个字 每个案子都看完 他第一个看了就是 双方律师 在法院指定的 一个叫书记员 全部现场在电脑 可以到对方的办公室 也可以到你指定的地方 这个书记员就全程 一个字不差的给你记下来 录音录像 特殊情况下 可以有要求不录像 然后都给一个字一个字给你弄出来 这个录像 打字 那都是准备好 需要翻译 给你配翻译 实际上法官看啥呀 法官判案子 就是把这简单给你看完 然后旁边的助理 告诉他重点 然后有没有什么证据 他根据法律一条一条框 这是在不需要大配審团的情况下 最后就是法官 双方开庭 问问你双方律师出庭 就这个问题 法官把几个核心问题给你问一问 证据核对一下 最后就采取了 所以说这个你被对方律师 不管是你告别人 还别人告你的时候 跟对方律师质询的时候 被咨询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亲爱的战友们 那比在法官那还重要 比法庭还重要 我们有几个案子 是经对方要求我们通议的 就是不公开的 不公开的 那你是在法院查不到任何的信息的 一个是在宗裁那块 宗裁那块是可以不公开的 因为快 省律师费 但是呢 宗裁完以后呢 是不公开的 这可以去 所以我们有个宗裁案 和那个David Boyce 那个 大家知道 64万美元那个 就是对方想保密 为啥呀 对方是律师事务所 他不希望跟客人之间 发生这关系 所以呢 我们就到了宗裁 所以我们从来没说过 结果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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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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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坏蛋 他把 透给了 共产党的 叫福布斯 福布斯啥子 福布斯已经完全是 海航的了 中共的了 所以透给了福布斯 哎呀这阳光又对着我脸来了 咋弄啊你说 这太阳都那么友好 所以说战友们 他透露给福布斯 他是违规的 他是违法的 他透露完以后 那我们就直接就扑出去了 结果这个 赵氏啊 是疯了一样 每天给我们的律师打电话 能不能把郭媒体上 那个我的照片给我放下来 啊 我们的律师就直接回复 FU 哈哈 不可能 他很在乎 所以说他破坏的规则 这是个宗裁 有的案子是可以不公开的 你是不能公开的 比如说我们在其他有两个地方的案子 已经审判完毕了 对方玩输 玩输 那你是不能公开的 但是要公开的信息 就不受限制的 大家都可以查 所以你说的每句话 未来都会被撂出来 袁建彬 这个几百页的这个文件 就是被我的律师在洛杉矶 最低的就是一千八三千 最低的 而且呢 我们为了他大量的他这份 韩树、路德、Sara等人 我们还有这个这个 我们这个从这里飞洛杉矶 那费用大了去了 他一看这个一小时 不是一天 什么一万美元 主要我看路德先生 一天一万美元 这路德脑子真有问题 会不会说这样啊 那一天都几万美元 几万美元 再加上这个费用 那还了得了呢 那钱 是不是 我真不知道具体多少钱 我也不出来不问这个 因为我们一亿五千万美元 是在一个律师保险基金那儿 就是他们来付 我不管的 那么他以为啊 我就跟你在那块傻流氓 在这里边 拉屎放屁 抽烟 还什么 什么有人要把什么阴镜 放到他三岁女儿的脖子 嗓子里 你说这话干嘛啊 这跟你啥关系啊 谁愿意把阴镜放到你 你三岁女儿 你往这儿说啥呀 什么什么 有人要把什么 查到他妻子的阴道里 你说这干什么 袁建平 跟你这非学压关系啊 他就一个目的 浪费我的律师费 你看看 所有的 我被告的这些人 都有一个问题啊 几乎都没律师 除了吴增 还有瑞玛案 强奸案 都没有律师 或者是律师 那个叫什么 叫什么 叫刻什么文啊 刻什么文贵 那个叫 什么刻文那个 他那是律师代表当事人 我们联络当事人都联络不上 瑞玛案 我们现在要找这个瑞玛 联络不上 对方律师也联络不上 只能联络上吴增 你见过一个报强奸案 只能是联络上中间吴增的 联络不上被强奸的人的吗 所以说其他都没律师 现在郭宝胜找了个律师 昨天跟我们律师见面 滑稽的不行了啊 回头再说这事 剩下这些都是乱雷彪 自己当律师 夏业良自己当律师 林丹宇自己当律师 什么还有谁呀 这个陈军没律师 梁冠军找了个律师 一开始没律师 你就这帮流氓下散烂 然后呢 叶宁这个律师片子 还有这个史诺熊宪明 你说这个熊宪明 也自己写 结果这结果都是抄的 同一个在网上弄出来的 他没律师了 所以你就谈不上什么 那就更胡扯了 然后还有反诉有些人 这些人反诉就是袁建兵这个 他的意思 一我要同时把法官法院 就像郭文贤 我要你挪地方 这在美国很正常 你挪地方合法的就挪吧 挪地方浪费你律师费 第二挪地方 然后呢就浪费你时间 第三我反诉 我浪费你律师费 浪费你时间 第四 我给你胡搅蛮缠 就是乱说一通 大家我再说的这个核心重点 千万记住 在美国法官这块 你在法律的范围内 你可以用足了给你的资源 就像这样 你可以反诉 你可以要求从高院 到地方院 国家联邦法庭 到地方法庭 但是我告诉你 你千万别玩法庭 你千万别玩 你玩法庭的代价 那真的是比玩火 比玩毒 比玩黑社会还找死 为什么 像这样的案子 就在一般法庭就给你解决了 再大的案子 有大盆审管 只要人家感受到 你在玩它 你在用手段 我可以告诉你 你已经输定了 不要造假 不要撒谎 不要轻视律师 真正的案子审判 不是在庭上 全部是在律师 当你坐在律师前面的时候 你一定记住 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 都会成为你的证损 我翻了翻看了袁建兵 就这两百多页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袁建兵 能把这两百多页 他还能在美国待下去 你们要记住我今天说的话 要一定的时间内 记住我今天 挥舞在这手里的东西 你袁建兵说 有录音有录像 他永远不可能 生存的可能就没有 任何一句话 拿出来对照他 他都永无信用 里边问他 你认识陈军吗 我认识 你这个有个在哈德森俱乐部吗 我认识你批杀问我这个 哪计划都啥流氓 人家说 我问你话 你回答我是与不是 千万记住战友 我被律师培训了 真的是 十几个小时 坐在那儿像训狗一样 把我坐在那儿 我说我求求你 你把最难听的话说给我听 我就让他坐在那儿训我 中间我去了一次洗手间 他们这律师都惊讶 说十几个小时 你咋憋得住啊 我真的是高度我那儿写 我写了像那本似的 都说我记下来 就你当律师问你话说 你不能说 你凭什么问我这话 你没有权利 你只有三句话 一 是还是不是 二 你回答他 这个事是怎么怎么回事 剩下你对面那个律师 你的律师说 我抗议 我拒绝 这是可以的 其他你都别废话 这里面简直是荒唐到了极点 我的律师太优秀了 就这个东西问完给法官看 法官一看你就是一家就是流氓 不用想你就是流氓 你还打啥官司 瞪眼撒谎前后矛盾 我不认识希拉里 就这一条 你不认识希拉里 你在那个美国之音那怎么说他 我没有被判刑 但是他判了我毒品罪 你没有 人家问你有没有受过刑事处罚 没有 有没有受过这个流氓 没有 但是他判过我这个稀毒 五年 你看 就这个事儿 中国共产党多次来给我求和 每次见我的时候都FBI旁边跟着 还给我6500万美元 你说这个屁放在什么城 这个屁 你说这些人 能撒谎和这个叫美猴王 那个女的 你看还有那什么 叫什么益智的 还有那什么乱伦彪啊 李洪宽的 你说这帮人人渣都不是 熊宪民 还有这个韦石 这种人渣 我真是 他吃中国人 这毁了我们这个竹类 我觉得 然后我看他里面 简直我听 我看的真慌道 谁是法官都受不了 你玩弄法官的 所有的过程 他不知道哪找了个傻瓜 所有的过程 都是答非所问 都是骂大吉 我这个律师真是太牛了 他什么一会儿拦习近平的车队呢 因为这事儿 中国政府多次想要收买我 就是因为他判刑了 中国让这个事翻篇 中国政府代表每次接洽我的时候 我都会报告给联邦调查局 以监视他们的行动 请记录下来 这是联邦调查局为保护查局的保护措施 这证明了 联邦调查局 每次中国政府接着我的时候 联邦调查局在附近 可以证明中国政府想接近六千六百万美元收买我 我都拒绝了 哇塞 这战友们 他把人家这律师当傻子啊 你以为你听不懂英文 这英文就听不懂你中文吗 你看看 你在中国是否被官警局建议 答是 你认罪了吗 没有 那你经过审讯过听众会 然后被定了罪 没有 你被判犯有欺诈罪吗 没有 那你被判犯有什么罪 吸毒 好的 那就是我试图拦截习近平车队的原因 你说的试图是什么意思 律师问他 你被判犯有吸毒罪和车队有什么关联呢 这个袁建兵 我希望他给我公证 律师说明白了 好的谢谢 第二 袁建兵说 因为这事儿 中国政府多次想收买我 哇塞 给我6000多万美元 你看啊 人家问他啊 我的标记证据14 问你知道证据14是什么吗 然后他答 哦当然我知道 这个证据这网上已经讨论过了 然后呢 你说你在网上讨论 我跟律师说的扯什么蛋 这是 然后问 所以你知道这是你在中国对你的刑事办 就对吗 然后呢 他的律师姓周的 反对 这份文件为认证 然后呢 所以先生说 我现在就认证他 律师 证人 我需要告诉你 这份文件的来源 这个 袁建兵说 210 这是你刻铺给你的文件吗 我们律师说 我不需要回答你的问题 在宣誓作证中 是由我来问你问题 这种愚蠢 你在任何 那千万战友们记住 在律师 人家对方在咨询你的时候 你绝不要去问 质问对方律师的问题 你不要把火发到对方律师身上 你也不要情绪化 因为你的情绪化 就是你输了 那录像录音法官都知道 书记员 他们有一个判断的一个分数 你千万不要回答对方律师 是还是不是 然后 是是怎么着 不是怎么着 然后这个 我知道我不知道 就完了 你别往下拉故事 我告诉你们个聪明的时候 所有 就是David Boyce 交给我说 当对方律师咨询你的时候 你就记住 他问你这句话 是还是不是 你回答 再一个就是 这事儿怎么样 你千万不要有任何扩展 你不要出边 这是大律师 我花了几百万美元 学的这几招 每个字都几十万美元 这种傻叉 这种傻叉 这种傻叉元健兵 人问他认识马云吗 我认识 我认识马云 就像认识川普 和认识习近平一样 你说这种流氓 我简直是疯了他了 哇塞 我从不认识袁健兵 我从没见过这人 他竟然跟我之间 画上那么大声 大家你们想想是正常吗 荒唐不荒唐 那律师真聪明 就顺着你的话题 就顺着你的话题往上 你想想郭宝胜到现在 一个文件 没给我们提供过 他竟然大度宣核 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我们的律师赢了 还牛 郭宝胜是天下 骗子中的高手的高手 比别人都无强 这哥们还没打官司呢 就找一个烤牙店老板 答应了 各五十分成 找公共要三百万美元 他一份律师费不出 真的是 郭文贵这个事件过去以后 所有中国人想法治中国 我的过程 写到中国 以法治国的这个案例里边去 就告诉中国人什么事不能干 什么事可以干 就够了 根本不用写新法律了 不是我看了个简直是 我不能想一下啊 这这个人怎么能这么说话呀 你看啊 这个问题是 由于人家在问他啊 他帮助郭文贵解决分歧 博训啊 美国一个自媒体 2011年 博训受到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 2015年 他受到来自美国的一个公司信息 这份来自美国公司信息说 郭文贵代表中国政府对该媒体 进行了骇客攻击 这个公司碰巧是实施骇客的公司 结果呢 郭文贵没有支付该公司的八千美金 该公司把所有的证据交给了博训 博训要求美国政府调查该犯罪行为 这可能让郭文贵被遣返中国 那个时候郭文贵的朋友陈军来见我 他想说服我别让博训那么做 于是我联系了博训的老板 我阻止了博训 我手上有郭文贵犯所有的犯罪证据 在以后的法律程序中 我要另请两个律师补交材料 因为这是刑事案件而且证据充足 然后呢人家这个 我回头再讨论该案 他说完了吗 人家我们的律师啊 证人美国政府不应该袒护一个 帮助政府对美国公司 实施骇客攻击的个人行为 大家看明白了吗 所有的他的关系 陈军博训还帮助郭文贵 你说他滑起到什么程度 让你做证据了你说这个 我们的律师太聪明了 就把他每计划都会作为证据成立法官 然后提问你回答完了吗 然后他说回答完了 然后我们律师问他 你没有了吗 我们继续 然后他的律师说 周先生我想问 我想说问题是 博训和郭先生纠纷 我的客户正回答问题 然后我律师说 他正在讨论找两个律师的诉讼 答非所问 答非所问 提问我的问题 我的下一个问题是 回答 不反应 不管是反应 还是不反应 应该由法官来反谈 不应该无中生有 他在这边当法官了 所以我们的律师啊 我在华盛顿给我发了个信息 一秒 郭先生 这是我见过的一个 多么多么荒唐的律师 一个一个证人 多么多么的 完全没有任何法律概念 他说我 我完全被震惊到了 十几个小时 书记员大家全都在摇头闪了 就这个人丢中国人 丢到了全世界去了 提问我肯定你不这样认为 当你提郭先生 帮郭先生调解的时候 你说有人找你这样做的 他有没有给过你什么 你能联系上博信老总 说服博信不采取行动 那郭先生有没有给补偿 说因为感谢你做的 或者替他未来表示感激 他回答说没有 那你为他做了个善事 他说是的 为我做了个善事 在美国法官上 你可只能说事实 别说好坏 当你说请相信我 法官就认为你在撒谎 说我帮了别人 我做了个什么时候好事 法官心里话 你这个混蛋 我让你说事实 我更要让你说你是好坏 由法官我来判决 结果他是说 我替他做了一些善事 从来我做过很多善事 从来不求回报 这时候这话说的简直是这个袁建斌 这个东西我已经授权给Sara和路德先生 他们要多做几期节目 给大家好好看看这个流氓 然后呢昨天下午的时候 我们律师说 李洪宽的案子 有一个第三方什么什么战友 起了一个动议 他要罚李洪宽一百万 李洪宽到底没到过厅啊 然后呢我们现在告诉法官 李洪宽的事情绝不和解 他已经是五次要求和解 我们绝不和解 然后法官要求 我说你们可以做一个修改赔偿 我们就马上判决 我们不修改 绝不修改 然后呢 就有人搞这个动议 那个动议呢 我还不知道咋回事 但是我们的律师给说句话 说这个案子被美国律师协会 李洪宽的 夏业良的 乱伦彪的 博讯的 瑞玛的 就是这个强奸案 吴曾的 还有这个 城水岩的 我们大概二十几个案子 被这个很多 就研究协会给拿走 作为研究去了 就这些案子 就让美国是七八 没见过 有这样的案子 这样的玩法 然后呢 当时人家这个协会 找我们的时候 我们同意了 全力配合提供 所以现在都在看这个案子 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什么样的结果 就像我们告了 这个郭宝胜 郭宝胜 那个流氓 天天发推 找律师 我找了这个律师 我找那一张纸 没给我们 我们好啊 你不给 我们所有都给了你了 然后那法庭就告我们 就说我们没给他文件 这叫诬告吧 老百姓都知道 所以大家要记住 这就叫小聪明 这就叫等于自杀 这就像袁建彬一样 我们一告他 马上从高院 我要移到州院去 从联邦法庭 移到了州法庭 然后马上加上一每套 他的公司 告我们 还要把路德 沙拉告上 这种流氓嘴脸 就是在这块儿 玩弄司法 玩弄法官 耍小聪明 你想那法官多聪明啊 这法官判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们律师说 非常快 上来以后 说现在 我 我让你 你的案子被拒绝了 你反诉郭文贵的事情 郭文贵反诉你的事 成功了我支持 你付他律师费和相关费用 这是我的命令 站起来走 啥概念 就是 路德先生上次去开庭的时候 人家就开了几分钟 人家就觉得 人家问你 多少钱 郭文贵让你赔了多少钱 五千万美元 多少钱 五千万美元 就是一下你就完了 就是一下你就死了 那个法官他是人 他有正常的判断 你凭啥一个网站 你五千万美元 还是郭文贵 把你因为说你坏话 你从没见过郭文贵 实际人家法官很清楚 你袁建兵跟陈军 还有你那个和平 你这些事情 人家谁不知道 你就是利用这个 还有那个博讯 来想卖给郭文贵 那个微信软件 所谓的 叫能传播爆料的软件 翻墙软件 你就是想骗钱吗 人家郭文贵也没有见过你 也不认识你 那招开着你个毛了 结果他在那儿大呼大叫 你说一个万里之外的一帅哥 跟你这个烂人 你在家里边致淫手淫 说这个跟你做爱不高兴 你不是耍流氓吗 是不是 结果 还要拿出证据 他真正有词 拿出自己的小女儿 三岁的女儿的蠢件 这种不要脸的东西 竟然拿三岁的女儿出来 结果人家律师说 就这个故事 任何法官看完 法官都讨厌至极 因为我根本没问你这个事情 你偏偏要拿你女儿 拿你老婆 什么别人要把 什么说一个叫毛刘子先生 要把阴镜插到他女儿三岁的女儿的阴道里 嗓子里 谁说这话了 你跟郭文贵什么关系 但是法官知道 你利用这个再卖同情 然后是希拉里 然后是博训帮我协调 人家法官就不会想嘛 你又不认识郭文贵 你凭什么干这事儿 所以这种小聪明千万别玩 这是共产党在中国天天玩的手段 就像昨天晚上一点多钟 我看了我一个一秒 我从安全屋下来 我这是 我下来有 上面下面有梁台 我上面没梁台 我都聊到通电话 我打开一面一看 下来一大跳 就是有一个 咱们网上有的 就是新疆最近录了个视频 说这些人都是自愿的 到那边集中营去了 然后还被录像 然后那边工作 这个报道 这个朋友呢 是一个在美国 非常有影响力的朋友 分分钟钟 可以给川普总统通电话的人 这个不算像咱个袁建兵 这大忽悠 这满嘴 满嘴不是跑火车了 是满嘴跑宇宙 这种烂人 人家是老老实 真有本事的人 说这个新疆的视频 你怎么看 我就马上 我说你要方便 我们俩就通个电话 他还没睡 我们俩就通个电话 我就告诉他 非常简单的观点 我说在中国 共产党造假的这个本事 我说你看看 我给过你的 冠军 假冠金 假孙瑶 假刘成杰这个视频 我叫共产党造的出来 在中央电视台上 报道我的事件 他说的出来 他就不说 刘成杰和冠军 是怎么拿到海航的 我说新疆人民被他害 我说你去想想 新疆的一个歌手 新疆的一个老师 竟然说就是别人推荐说 你去那个学校吧 他竟然抛弃自由 不给家人说 到那去 学习去了 然后呢十几米的墙高 旁边有警察看的 我说你觉得他不是神经病吗 我说共产党就敢 把天下人全当傻叉 就敢录这个录像出来 告诉你他自愿去的 这我说你去看看 一九二几年的希特勒 到一九四二年的希特勒 和一九七二年的希特勒 你去看看那所有的 他身边那几个搞宣传的人 他敢这么造假吗 他也不敢 我说那么中国的文化当中 现在已经在中国形成一切 这为什么假奶粉 假医疗 假这个孩子的假疫苗 那是真 这是共产党在中国最大的悲哀 这位美国朋友 他们都不能相信 这个人 他说肯定是不自愿的 但是共产党就真的敢 录这视频 他敢录 他敢放到中央电台去 他敢全世界外交部说 怎么的 他自愿去的 我说因为共产党是七十年 玩一回零一回 这七十年没有 六四 没死人 六四 是几个黑社会 这话都说得出来 然后 中国GDP 6.6 形势一片大好 美国到处火灾 内部一团乱 然后 我们GDP 6.6 实际上是零 或者1.6 我说中国雾霾 美国人说有雾霾了 马上外交部说 中国从来没有雾霾 这是西方人的一个阴谋 十天后公布 十天后公布 我们有雾霾 但是是PM10 不是PM2.5 再过十天 我们是有PM2.5 但是 这个原因呢 是这个多种复杂的 复杂的 我们都在治理中 你看看 我说你往回看 从文化大革命死人 到文化大革命是伟大政权 到六四 六四完了中央的定性 就是西方的要颠覆中国共产党 然后没死人 然后到了中国雾霾 经济 GDP 跟美国签WTO 跟美国这个这个 要求2008奥运会 然后中国叫四十年来 天天改革 天天改革 一喊就是改革 继续改革 改革改革 这个人类上这个改革骗子 已经被共产党玩完了 我说培养的人民 深信不疑 这是为什么有Bernard物 有这个杨岚 在中央电视台 还能活那么好 昨天晚上 我跟一个媒体的 我最尊重的一个人 他问了问题 我真的感觉到有点丢脸 他说我也认识Bernard物 我也见过Bernard物 我也见过杨岚 他这种人 怎么能一骗几十年就成功 我说你问我这话题 我很尴尬 在任何国家 这种骗子骗不下去 我说你从Bernard物 从他出来 法国留学 美国留学 到取一个美国的白人 到骗德律卡 到骗中国学生 卖假保险 然后回去阳光传媒 然后突然把他卖掉 然后派上大馆 然后拿到老婆 到处做公关工具 到处找钥匙 到最后在凤凰卫视 雅士 各个是骗 天天骗 就共产党不审划他 最后啪 上海帮起来 跟上孟建柱 孙力军 呱一下起来了 我说要到美国来 叫美国不允许 要求中国遣返交漏 到这来和马来西亚 要把郭文贵遣返回中国 一个要拒绝美国 司法审判 一个要把郭文贵 带回中国审判 两件事情 背后孙力军 孟建柱 我说他为什么 是我们这个国家 相信骗子 只有骗子 才有生存之地 他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有孙力军 孟建柱 王岐山 他为什么那个 三姆伯格 能跑到犹太位置 他敢瞪着点 撒天下之大谎 说什么 救了六万犹太人 这简直是天下荒天下之大吉啊 但凡有点尝试 他怎么救了六万人 游太人 每个人给过一个面包 他都想记得 牛太人做的是正好这方面 所以昨天这位朋友 惊讶 惊讶 他了解中国的事太多 很多人他认识的 我都不认识 他对高艳艳啊 双汇产业啊 温家啊 这个包括李克强的家人 他都清楚 我都不清楚 然后王岐山这些年啊 Blackstone啊 红宁啊 海航啊 肖建华啊 还有本星 大家看着吧 接下来的有好戏了 这是热闹的这个 这个热闹了 所以说 特别对江家 你说那个江志成都知道 这是他的基金 但是他对江家江志成知道的 我都傻眼了 你就想想 人家搞一个项目 人家搞一个项目说 少折几个月 多折一两年 写着一篇东西出来 写了一篇报告 这篇报告一定会成为全世界 相信的一个基础材料 美国政府会相信 作为一个依据这个机构 人家是啥人 那真是负责任哪 我们这人 这袁建民张嘴就来 张嘴就来 200多页 十几个小时 你问袁建民叫他坐在那儿 十几个小时 问他同样的问题 他有几句话是可以 跟过去一样的 美国的律师 总有一句话 当你这个事实 让你说十遍 你都一样的时候 法官就会相信你了 当你有 叫法官发现你在欺骗他 或者你想玩他的时候 或者有一遍 根本对不上的时候 你已经输了 在美国法庭 证据 真假 是一个 衡量你的案子输和赢的 关键的东西 所以亲爱的战友们 袁建民这个事情 你们好好看看 路德先生和Sara 战友之声 接下来做几天的节目 他们要把这个整个这二百多页 我已经全面授权 给路德先生和Sara 他们全面使用这文件 我希望咱们这个 路德先生和Sara的节目 做这个节目 别拖泥带水 一定通过袁建民这案子 还有接下来郭宝胜的案子 Roger Stone的案子 接下来吴征和博训的案子 盯入这些案子 通过这些案子 真实的案子 让中国人 让中国同胞知道 什么叫以法治国 一定这是天下最大的一个案例了 什么都有了 强奸案 诽谤案 敲诈勒索案 涉嫌刑事案 政治案 公关案 这太多了 大家把这个案子跟完了 你几乎你已经是 懂了法律了 半个专家了 你就可以当律师了 你可以考思考去了 这太重要了 你想我得花上亿的律师费 才能把这案子可能处理完 你们不学干嘛啊 所以说我给路德先生和Sara授权 他俩可以解释这个案子 我不让别人解释 我希望战友们懂法律的 了解美国案例法的 跟这个Sara和这个路德先生联系 真正的上他节目上来评价 袁建彬的每个字每句话 每个字每句话 它都是一个大事 咱们战友们别老搞娱乐 别老关心范冰冰 别老关心什么找钥匙 那能咋着 上你家找回钥匙 你能扎两脑袋出来 上你家找两回钥匙杨兰 那你能咋的 你真弄不好 吴僧也来了 也上你家找钥匙 就吴僧那样子 那你还不得吐上一辈子啊 对不对啊 所以说大家学点法律 学点正事 这对我们依法治国 追求喜马拉雅太重要了 太关键了 这是为啥 我今天我说 昨天晚上虽然很兴奋 睡不好觉 跟三爷通话 但是我特别想让战友知道 就是接下来郭宝生的案子 李洪宽的案子 夏业良的案子 乱伦彪的案子 乱伦彪的案子 接下来我们会有一堆人起诉 我都是现做 不说 我不像那些欺民贼们 根本就做不到 说的就是要接管中国了 接管宇宙了 还有袁洪宾的什么 审判江泽民了 审了几十年了 然后博讯网 天天就是中国这个常委被抓了 那个人要死了 然后那会儿要暴乱了 天天是送人丁闻 全天造假 我不要 我要做出来 大家看 接下来还有一堆被起诉的 你们想象不到 你们可以拆一拆战友们 你们在网络上拆一拆 文贵给你们啊 过去几年还有谁欺负文贵 和共产党CCP合作 和乌森合作 没被起诉的 下个谁会被文贵起诉 大家猜一猜 过两天我就出来 你看我什么事儿 没发生 包括袁洁宾案 我前天录视频的时候 人家给我打电话说 他输了 这事意义重大 但是我不说 我不拿到法官的这个判决 我不说 罗志斯东的事情 我不拿到判决我都不说 我都不往前推 这就是郭文贵 郭宝胜的案子 你看结果不出来 我不说 还有那梁冠军 那梁冠军案 昨天还有上星期 几个部门来 问梁冠军案 我可以告诉你 这些民事案子 和下一步就是形式上的 我可以今天负责任的说 纽约检察官 跟我们在一年前就联系 头两天又联系 就是查韦什 查熊县民 大家别着急 我虽然说过 我去年要进监狱 我这是 我的无知 我的错误 这个 对美国法律的理解不够 美国的刑事调查 他是非常严谨的 所以说 证据在那 他早晚得复法 北卡罗纳州 一堆人在调查他 韦什和熊县民 那你放心 我再次说 他一定会进监狱 就是时间问题 一定会进监狱 一定会进监狱 大家不用这个 不用任何犹豫的 他一定会进去 本人论吴一定会进美国监狱 不信就看着 他犯的这些事情 所以 大家看到我们 接下来的这个法治基金 这个法治基金里边 我们现在正是争取口号 战友们 请大家 这个在网上给我留个建议啊 战友们 我们就想 我想用一句话 法治基金上面写上 干掉CCP 法治中国 还是放倒CCP 让中国自由 就一句话或两句话 把法治基金这个logo 做出口号 大家都是高人 请给我建议 请给我建议啊 法治基金这个事儿 胡树立 胡树立的事儿可没完 他想完了 他想退回去 在北京 用王岐山 给我们搞了一个诽谤案 他全赢完胜 罚我20万人民币 我们的战略 都是让对方先出手 让对方先出手 再一个春节节目啊 春节节目 战友们我们正在 我的群里边 正在征询大家的意见 接下来谁对春节 有什么样的要求 春节本来是 前天我说 爆不爆料 爆不爆料 这个问题在征询大家 结果是大家认为要爆些料 现在呢 我会告诉大家 一定爆料 本来啊 我邀请六七个人 都是牛叉的人一起来 正在咨询战友 一个小时以后有结果 但是国内的战友们 绝大多数认为 不要请那么多人 还愿意让我 都愿意听文贵 我深感荣幸啊 谢谢战友 再一个爆不爆料 大家认为爆料 国内很多人 我问很多战友啊 说这个是以娱乐为主 还是以这个爆料 还是讲事实为主 大家认为还是爆料 事实为主 那我今年 我这春节的准备 是爆个大料 不爆个大料不行 这个年过得就不过瘾 所以我来想 今年春节 怎么摸摸潘多拉的盒子呢 还是打开个缝呢 我在想 但是我现在向大家保证 通过昨天我们群里边的投票 通过这个整个国内的反应 我看来爆料是必须的了 这是爆多猛 如果大家呼吁的猛 那咱就爆个猛了 是吧 另外一个 娱乐节目少一点 不要那么多 不要那么多 基本大家认为是什么时间的问题 我看90%的人都认为 跟中国的初期夜 春节联合晚会 同步叫文贵看春晚 这个基本成定局了 然后初一呢 播不播大陆春一 春一我们肯定不播 让大家都过年去了 大年初一的 你要斗过贼也得过年 他还有家人呢 初二咱开始播 然后可能再播一次 初四啊或者初三啊 咱总共这播上三天 播上三天 三神这个同步 主要是 反共产党娱乐洗脑 反共产党娱乐洗脑 他们是 共产党是用娱乐洗脑 30年 我们是反娱乐共产党娱乐洗脑 然后我们讲的是 过去的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 都去了哪儿 都是什么背景 中央电视台的台长都去了哪儿 什么下场咱要说说 然后现在在台上的列路 董青啊 过去的朱军啊 都是啥关系啊 咱再说说 曝光芳怎么上的春节电话会 然后我看到这个节目里边 这回好多人上去 都是老人 我一看那个节目 如果是真的话 百分之九十人我都认识 所以我跟着他的节目 每个人我都说 这个人是生活中什么人 他为什么演这节目 他是怎么被选上节目的 替谁再说话 我就跟着他的节目 我就来爆料 爆这些演员的料 爆这些中央台的料 然后对比中央台过去三十年 都说过什么话 人民一向美好啊 人民又美好啊 三个代表啊 然后科技发展观啊 然后灰呀灰呀灰呀 然后还有什么 这个有一个老人呢 在南方啊 转了一圈啊 是不是啊 然后再改成啊 在希望的田野上啊 希望在哪呢 是不是啊 怎么希望呢啊 然后再看看 希望的田野上 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都是假恶仇啊 猜庙猜教堂啊 抓新疆人 那新疆的希望的田野上 有没有呢 咱们要讲这些事儿好不好 然后昨天凯琳特逗 我到办公室 凯琳穿了一身特漂亮衣服 哎呀我说好漂亮啊 她说我昨晚没睡着 这个外国小孩啊 有啥时候啥 我说怎么一没睡着啥意思啊 怎么能惹了你了 她说我回去睡不着觉啊 我不想当主持人呐 我咋了 我紧张我害怕 凯琳说我还想回中国呢 我到中国去都认识我 我上大街上咋办呢 我说啊那你就少说点 但是她妈呢 她刚刚新年跟她妈的爸过节去了 到欧洲 她妈就说她 你太瘦了 第二句话就是 哎你多出镜头啊 她妈特鼓励她出镜头 然后你多给中国人讲讲你的故事啊 所以说特好玩 我说凯琳那天还是要上的 我发现很多战友给我发私信说 一定要凯琳说 凯琳一定会出现 班农先生呢 刚刚在上节目前 她在问我 什么时候让她出节目 她把时间安排一下啊 班农先生我要讲啥战友们啊 基本上讲三件事啊 我还没证得本人最后的同意啊 我基本上 我想让班农先生一开始 一开始班农先生 我想让你给我说说 你在白宫怎么知道郭文贵的 你在白宫那个时候怎么见到吴征的 吴征怎么告诉你 她老婆杨岚是这个彭丽媛女士的朋友 这个彭丽媛女士经常需要杨岚给她心灵的复位 经常打电话抱怨 讲述他们女人的故事和不满足 不高兴 然后怎么告诉你的 这个吴征跟你说的 习近平是哥们儿 习近平所有的心里话都给他说 也给他讲述自己的不满足和不开心 什么事都依靠他 要他讲讲这一段 大家 你听到班农他绝对一个字不敢撒谎 他撒谎 美国政府被他抓了 一个当时的 赵王者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 这个吴征怎么上他家去 狂胆的行为他造假 代表中国共产党 代表新近平彭丽媛 然后就接着他讲 他在白宫发生 每天早上的国安委员 国家安全委员会 他是一号人物 然后就是川普总统拿来说 把那个强奸每个人 到处强奸人的那个 昨天晚上我和史蒂芬问 吃晚餐的时候告诉我的 说拿着那个文件 我要签了把它遣送回去 这个文件都拿上来了 文件是啥上面写的 一封信 这封信就是习近平的亲笔信 Bernard Wu和孙立军送来的亲笔信 下面还附着遣返我的文件 一签字我就遣送不回中国 直接去遣返监狱去了 然后说 别动别动 怎么回事 谁 哎 然后人家的律师说 哎你不能动这个问题 你可这不能 这是不合法的 不不不 这个家伙强奸任何人 强奸任何人 后面附着文件一大罗子 是什么呢 全是国内胡舒立报导 还有环境时报报导 郭文贵的一些翻译本 这就是证据 所以现在很重要 到底习近平有没有亲笔签名这个信 为什么一个国家主席要亲笔签名要通过吴曾斯蒂芬问 非正常渠道给美方 他那个后付的文件合不合法 现在能证明合不合法 是不是事实 是不是事实 然后 我不能问到底是美国公民还是中国公民 他代表谁 为什么那个司法部那个人 艾利波里八千万美元 要把揪漏 这个案子灭了 把官贵遣返 可能还得到几十亿美元 所以说 叫班农先生讲这个 我认为全世界都在要看 现在很多国外政府的人 都在问我这个问题 这个过程是怎么的 他们都很傻眼 他们都不能相信一个中国国家的 现在是号称天下第一有权力的王岐山 布隆布尔哥说的啊 和最有权力 控制最有权力的人的习近平 王岐山的 人家外国认为就是 习近平就是王岐山培养的一个傀儡 就是他们叫做傀儡 那竟然写了一个个人的信 叫make my favor 求你帮我一个个人的忙 把郭文贵遣返 把Joe Lowe 这事给灭了 大家觉得可能吧 但是必须让班农先生说 整个过程 然后他怎么打电话 有人从这个蜥蜴飞跑过来 说这这这别动别动 郭文贵这事 我们了解这个人多少年了 他的事情是怎么回事 这是我们美国第一战略资产 这是我们的第一战略资产 绝对不能猛 然后就蓬佩奥也保了 塞森斯也保了 大家都知道这事情 绝对不能猛这人 郭文贵 就是停下来了 这个文件去了哪 咋回事儿 这个过程 让班农先生一字一字的给大家说 我觉得这个春节联网会 那块我看一开始节目 唱啊唱啊唱啊 然后小明星啊 灰呀灰呀灰呀 是不是 他灰呀灰呀灰 咱们就给他来个 哎 白宫这块有故事 是不是 他们要唱 他们要唱 伟大的领袖啊 人民欢迎习武啊 吃的可饱了 然后咱就给他放视频 放啥视频 老百姓被打 老百姓被摔 然后夹那个病猪 夹疫苗 然后他们要开始 这个春节亮会 要开始播放 解放军呐 威光解放军呐 编防战士啊 每年都玩这些 玩了几十年了 然后再看 当年被问问那个编防战士 现在在哪 然后把老兵队伍给放出来 老兵队伍那个 当年上中央台被访问的其中一个老兵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湖南 这个老兵抗议的之一 没头发了 人老了 当年被中央电视台 在新疆站岗扛着枪 问多帅哥 现在吐着头 没头发了 孩子上不计学了 然后点都这样了 还被警察啪唧啪唧打 散脸 对比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连线 变防战士 然后呢 节目肯定唱港澳台啊 什么港澳台明星啊 成龙啊 什么都要出来了 台湾一个 香港一个 过去几十年 在中央台出现在港澳台的明星 都干啥了 都什么代价 多少被封杀的 当年唱着中国新的 赵明敏 还有一些明星都什么下场 咱看看 中国人太爱忘记了 天天天天天 中国人怎么能好日子 你永远没好日子 中国人就背一个字 假 从第一年大年出席夜 直接用假给你假到下一年去 所以我找出了个核心 春节联合晚会 是以假治国的病原啊 病原啊 所以咱现在反CCP洗脑 反文贵看春晚 反CCP洗脑 中国人的厄运 老百姓厄运 就是你一大年三十就被人家说假话 我告诉你 大年三十哪句话是真的 春节联合晚会 谁看春节联合晚会 谁当傻子 谁不会有好运 下一年你非倒霉不行 战友们要大肆宣传 不想倒霉 不想被骗 千万别看春晚 为啥有翻牙一珠宝P2P啊 你大过年就被骗 你年年被骗 所以说咱就玩这个 针对他的节目咱就给他放 宗教人士啊 现在是怎么样 哎对了我现在突然想 放放大赖喇嘛的消息 哎这个主意来了啊 我得记下来 大赖喇嘛 大家想不想看大赖喇嘛的信息啊 从未放出来 You holiness 大赖喇嘛 他的绝密资料 大家想不想看 大家想不想看 啊 如果你们想看我就给你们放 好 你们要不想看算了 我看没人呼应我 没人呼应算了 想看 当然想啦 看 哦想看 我告诉你们 我将给你们放出来 大赖喇嘛 他一生中最最神秘的一个录像 如果西藏人民 新疆人民 所有的佛教徒 你们想了解 真相 这个东西只有两个人有 习近平有 我有 没有任何人有 连制作者都没有 你们想看吗 如果想看 踊跃的传播啊 我要看到这个推特上 郭媒体上有多少人呼吁我 要看 大赖喇嘛 Holiness的录像 我要给了路德这个小子 我要给了这个视频 路德的关注度一下就一百万了 一下就一百万了 那他小子就疯了 想看盘古蛇的视频 还真有意思啊 你们要看我 还真是可以放给你们盘古蛇的视频 想看盘古蛇视频的 说一说 想看盘古蛇视频的 说一说 你们要看了盘古蛇的视频啊 战友们 你们绝对绝对不会 再相信共产党任何事了 你们会相信共产党彻底会被灭 好 很多人反应好 请大家踊跃留言 到这想不想看 有Holiness大来喇嘛的一个视频 很长啊 这个事情几乎把西藏 Holiness大来喇嘛的所有问题 大家只要懂得西藏的三大问题 大西藏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观点 西藏 就是大西藏是原来西藏那个区和西藏到东西 东部的区 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的西部 大西藏的问题 还有 大来喇嘛的定位可不可以回国的问题 和西藏人 面临的这个历史上在中国的地位的问题 宗教信仰的整个核心领域 宗教地位 历史土地范围 Holiness能不能回国等这系列的问题 你们如果看了这个视频 看这个视频 你们懂的人 你们就知道 世界有多可怕 共产党有多流氓 他给我立了一等功啊,那玩声 哎唷,这么多人想看 空谷 cuid一泡尿 想看想看明看 哎唷,好好好 哎唷,好家伙,好家伙 你们目岚太好了,行 行,多工作吧,木蘭,木蘭他快累死了啊。 這個視頻啊,你們別想了,這個視頻裡有姓視頻, 我還真有,在這個715西藏那些內部視頻, 看完以後那個你們會震驚的, 共產黨怎麼抓人,怎麼殺人的啊。 但是,我要你們看看達賴喇嘛這個, YouHoliness達賴喇嘛的核心視頻。 沒有人,共產黨,有一段是共產黨都沒有的, 那我有一段是習近平本人有的, 有一段是絕對沒有的。 絕密文件, 美國政府官員找我幾次了說, 能不能給我們一個分件,我不可以。 就要那個文件,視頻說讓我們看一眼,我不可以看。 但是, 今年春節如果你們要這麼願意的話, 那我真要給你們放了啊。 我得去幹啥去,我看一眼啊。 到我待會兒在想上。 我還是想來看一下。 我還沒個幾次。 那我還是想來給你部分。 我還是想來給大家看。 天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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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大大喇嘛的绝密视频 这是一个问题啊 但是愿意要看的话 那天看这段时候 所有的郭文贵战友 我不要求别人 一定要大家沐浴更衣 正经 正经 坐在那里 正经而坐 正经而坐 一定要正经而坐 咱来看这段视频 你们要懂就看 不懂就不看 这里边的每件事 每句话 都是核心的 一个视频 我刚才不是看他视频 我本来想 我以为在外面 我把那个 那个文件 我想大家晃一下子 结果 我发现 我这安保团队 跟着我屁股后面 天天来 看文件 看手机 真是 我这放个屁都会花钱 为什么 一群人跟着 你知道吗 就怕你做错事 这是一个回答第一个问题 多少人要看这个 大家俩 有Holling News 有关的重要的视频 还有录音 重要录音 重要录音 第二个 请大家 这个投票 要不要抱抱江志诚的梦亮 江家的 和梦坚 孟建柱孙立军 新链 请大家 这个回答 到底要不要抱 这个江家江志诚的 梦亮 和梦建柱孙立军的新链 这第二个问题 请大家这个音乐 第三个问题 请大家回答 要不要 抱这个中央电视台的 主持人 新链 找钥匙的故事 甚至 给董卿同志 把董卿同志的一段 原录音啊 一段小录像放一放 是不是 要不要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 猛料 放一放 甚至视频和音频 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 要不要放放香港和台湾的猛料 让香港和台湾的同胞看到了共产党的威胁 绝密资料 就我说过的 我一说的地震山摇的料 大家要不要放啊 第四个问题 就是港澳台 不是 别澳门了 就港台吧 要不要放下港台的猛料 政府这一下子啊 政府这一下子 这四个问题 请大家投票 投票给这个木兰 这四个问题 木兰你推出去啊 木兰 记住啊 大家上木兰的 看木兰的啊 上面就写出来 就木兰要问大家 请大家打分 比例是多少 这四个问题 四个问题 你有些人耍流氓 上面要答个问题 郭文贵是男的吗 第二个问题 郭文贵是不是男的 郭文贵是男的 你这不是胡来的吗 木兰这四个问题 你一定是四个 八个答案 看 不看 看 不看 然后是哪个最多 咱要讲道理嘛 这个由木兰 委托木兰 再推上发出来 好吧 这个 然后呢 如果这四个问题 大家要报的话 我春节报完 授权 咱们社交媒体 我不经授权 你千万别嫁了 1月20号 你在YouTube 在剪辑我的视频 直接就给你关掉了 再一个呢 我们已经申请了 专利追求法 那个授我们的权 就追求你责任了 索赔了 就我这块花了钱 都找你要去了 你们千万别这玩了 战友们 你们千万过去的 编辑关闺视频 一月二月二月别玩了 YouTube不让你玩了 所以得经我授权 所以我这四个问题 四个问题 这个最后的授权解释权 和大家可以传播权 是咱们的爆料战友 所有被我们通意过的 郭爆料战友都可以 未经通意的一定是追求责任 所有的资料 他们都可以 无偿的拥有 无偿的使用 并拥有解释权 哎呀 所以说这个春节晚会 我觉得得弄得很热闹 很热闹 所以说 我觉得班农先生 是吧 这时间已经不够了 这一说这时间 你这刚才的四个问题 你任何一个问题 都一个小时两小时了 哎呀我的妈呀 所以说大家现在这样吧 任何这个四个问题 请到慕兰那块 推特上 和郭媒体上去投票 实际以慕兰的为准啊 然后呢 这四个问题 大家最后数回答 是四个都要 还是四个只要一个 还哪个最多 我向大家发誓 只要你们投票决定的 我一定满足 这是我的任务 只要投票 投让的我就满足 爆料的人主要是江志诚 孟建柱 孙立军的心料 过去都不说啊 过去都不说 过去都不说 然后 这边是中央大线台的 董卿 还有主持人们的 甚至过去主任先主任的 性料猛料 列入曝光方这样的 这个报不报 大来喇嘛 有好几个视频 报不报 请大家回复这个问题啊 行了 西哥你就别问了 你说啥事了 那不行 那不行 那咋什么 那人家共产党那个 春节联网费那小灰机 咋灰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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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到了你的脑子里呀 灰到了你的心窝里呀 然后让你听我呀 听我呀 然后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然后把钱我掏走 闭上眼睛闭上眼睛 把你衣服给你脱了摸一摸 然后走了 这就共产党的春节联网费 叫做娱乐洗脑 反对共产党啊 看看他 所有的节目 咱都给他玩一个真的 以真打架 现身说吧 好吧 今天本来好多事 今天跟你们说说那个中美贸易谈判 我这知道了详细的情况啊 痘痘哥 你别说痘痘行吗 正谁呀这是痘痘哥 你干啥呀你这是 你这我老伤心了 好久没有痘痘的消息了 被正事小哥给藏起来了 听说藏到印度尼西亚了 这小哥的家伙不够意思 你知道吗 啥都好我喜欢死他了 但就这个金乌长豆 我这受不了 烂样烂样 这个王芳烂样啊 这个实际杨兰的料太多了 太多了 依法灭共 依法灭共啊 哎呀贸易谈判 滑稽的结果 我几天前告诉你 谁都挡不住 大家把这个贸易谈判事 看得太什么了啊 行了 我得吃饭去喽 我马上得开会去了 种吗 战友们 冲不冲 等投票结果啦 投票结果以明天中午12点 为最后期限啊 明天中午12点 投票结果啊 这两天一定大家关注 袁建斌的这个200多页 学法 以深学法 以暗学法 然后要回到中国去 实现喜马拉雅 实现以法 这个法治中国 然后再要以法灭共 大家认真学法啊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啊 我现在祈祷了啊 祈祷了啊 然后这个春节啊 春节的初一初二初三初四 我们有一个计划 专门对路德先生 战友之声 还有我们的澳洲之声 澳洲新声 澳洲新声啊 也可能细思这个极恐 赵明先生啊 赵明工作室 还有也可能北京姑娘啊 工作室 北京姑娘这是能不能播 这得问Sara 我得听Sara的 对不起啊 这个这个 我不能让Sara不高兴 她不高兴的事 太大啊 然后呢 凯利西工作室 美东之声啊 还有谁啊 这个我这老忘了 这有说 这都不好 咱们这社交媒体的这些人 我授权 有些授权的是粤语节目 粤语节目 我授权 这个路德之声啊 和几个战友 会来 还有这个西雅图的 我们的这个西雅图之声 来播香港 过去一年 对郭文贵的股票查封 南湾房子的骚扰 和非法的这个诉讼查封 整个文件 包括录像啊 有些录像 我可以保证大家 你们要看了那个节目 香港人 海外华人 你会对香港重新认识 任何一个 有脑子的私人企业家 如果你要了解 在香港该怎么回避 共产党对你的骗 绑架 如果是肖建华当年 看到这些东西 肖建华肯定不被抓 很多人在香港的资产 会被保住 我们会用整个证据链 用粤语 用粤语 用这个繁体字字幕和英文字幕 来播出高质量的 以证据说话 让知道香港过去这两年发生什么事 然后呢 我会这次 我太太听见不一定愿意啊 没得商量的 我南湾的房子 价值多少钱 我告诉大家 50亿 我会把这个评估书给你们 50个亿的房子 全香港第一大 李嘉诚家在我对面 他没我的大 他也没有我的值钱 这个房子是亚洲人 可以这么说 前所未有的 没用过的材料 多了 上百上千 都是我的房子用的 你看价值50个亿 8亿美元了 这个房子的录像和照片 我授权他们放出来 然后香港办公室的信息和东西 给你放出来 然后一些绝密的法律文件 给你们放出来 大家绝对会震撼 你们会让所有的中国的私人企业家们知道 在2019年不要再犯愚蠢的肖建华错误 不要再犯千千万个香港错误 让香港的私人企业家们知道该如何保证自己的钱和安全 这是一个好节目啊 我不做 我要2019年我的政策培养一大批挺郭爆料的战友们 让他们有广告收入 让他们有新的力量 我们形成个集体作战 集体一发反攻 我授权给他们 我这没广告费 让他们去赚广告费去 然后他们形成一股力量 用粤语来讲 繁体字台湾都能看见 因为这些天台湾的朋友 太多人发信息了 台湾朋友太关注这件事了 就是所有台湾第一点击率就是郭文贵 绝对是 只要说郭文贵的第一点击率 这是没得讲的 所以说我们要台湾人看反语 字幕加成粤语和英文 香港整个海外这六千万同胞 哗就起来了 然后这一批郭爆料媒体都会起来 然后呢我会把这个被大家选出来的 这几个关键题的爆料的一些相关信息 会授权给他们去说 有些我就故意不放 就留给他们用 看他们媒体去 让他们活起来 让战友们2019年 挺郭的人要高兴的挺郭 赚着钱挺郭 不是捐钱 不是骗捐 不用那样 光没挣大挣钱 就用广告点击率 就能挣大钱 然后呢不经授权谁也甭玩了 别挺郭了 你去砸郭去吧 你砸吧 看能不能砸出过来 看能砸出点什么东西出来 像抓着石栋一样 像这个袁红冰一样 袁建兵还有袁红冰 这这这假伙二元啊 二元 所以说法律 法律的惩罚 袁红冰 你能经得起 你出那本书试试 你不出你不叫袁红冰 你不是个男人 你出 有本事 只要你出了 就让你负上法律责任 你不信你就试试 所以说明年 这些案子都会有结果 只要挺郭湛亮的社交媒体 我都授权你们使用 首先让你们先报 让你们赚大钱 然后明年 定点爆破呀 很多爆破 资料先到你们手里面 你邦邦就报了 遍地开花 那韩正家亮还没报呢 是不是 我准备先授权某些人报 有些视频 2019年必须有一大批视频出来 所以亲爱的 你们2019年 绝对不是中央电视台的瞪眼说瞎话 天天玩那些小游戏 坑叉叉 坑叉叉 然后这样这样这样 那咱不玩那个啊 那种脑残玩的 咱玩管用的啊 玩的高智商的 高高境界的啊 说不完呢 行了都祈福完了 亲爱的大友们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一切都是刚开始 祝福大家 啊 小游戏